富州社区关怀据点的成立 让长辈们受到许多关怀与照顾 为帮助长辈促进身体健康 更刻意规划五道课程 带领他们一起运动 我们就像老人在这里 说共同多年吃饭 我跟这几年来 我们这些老人都很健康 对他们的身心灵来说 都有很大的帮助 大家老人都很快乐 来在这里共同生活 富州社区的乐领的舞蹈班 跟日照舞蹈班 开这个课程 让老人家过来 配合着音乐 他们熟悉的音乐 然后跟舞蹈 然后让他们能快乐地学习 长辈们来参加舞蹈课程 充实了生活 也使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心情也更快乐 所以每位长辈 每天都很期待着前来上课 我来上课 心情很好 还好 很快乐 到这里的事情 这样 算是很有胖 很不说无聊 来这里身体都更健康 我今年到时候 我每天都来这里上课 拜一到拜五 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 然后来这里 运动 我们做卫度 什么 很努力 每天我自己而已 老师就 变成一个 老公出来 听我都老公 富州社区五道课程的办理 让长辈们找回青春与活力 县议员张志明对此也表示肯定 也期许在发展协会的努力下 能帮助更多的长辈 使他们更加幸福 县议员这个富州社区是我们一个好朋友 所尴尬的社区 也是一个典范的社区 最近他们带到 可爱的 主亲的朋友 来发明这个扇子五 其实这个扇子五 我相信 富州社区的老人 一定会参加了 很开心 我在这里也很感恩 我们富州社区所有的感报 会打拼 也会问这个打拼 会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议长何胜峰表示 课程的办理 让长辈们能活动手脚 促进健康 感谢发展协会的用心 也邀请更多长辈 一起来参与课程 充实生活 让心情更加快乐 记者如雨凯 竹山镇采访报导